姐姐 三 作者 杨显慧 朗读者 陈颂无声 姐背着我从陡坡上往下溜了一截儿 出现了坡地的楞坎 在一块坡地的边上出现了几间房子 一只狗叫起来了 是个羊圈 我姐说 那时候农村的人家早不养狗了 狗吃粮食 只有生产队的羊圈才养狗 而且是山坡上攒粪的羊圈才养狗 惠宁县和我们通卫县一样 山多川少 庄稼地都在山坡山梁上 为了往地里悲愤方便 很多羊圈建在离村庄很远的山坡和山顶上 这个羊圈就是在靠近山梁的山坡上 一间大棚子圈羊 旁边还有两间放羊人的住房和草窑 听见狗叫 房门开了 一片黄色的灯光洒到门口 一个人走出来问了一声 做啥的 我姐忙说 要嬷嬷的 要嬷嬷的 那人反问了一句 接着又说 三晶半夜的 你们要嬷嬷的 老大的 我们是往京远区里 走到北边的山梁上看见狼了 不敢走 折回来了 放羊的说 你还背着个人 姐回答 是我兄弟 老大的 我兄弟都灵感了 你叫我们在你房里缓一下 去去去 我这里没处住 放羊的大声说完 转过身去就要关门 但我姐紧蹿两步 用身体抵住了门板 我理解姐姐的心情 真要是被那人拒之门外 我们可就麻烦了 因此 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同时我姐又说 老大的 帮我们留一页吗 但放羊的吼开了 诶 你还进来了 出去 出去 谁叫你进来的 但我姐挤了进去说 老大的 求你了 叫我们缓一下吗 那人还是吼 谁是你的大的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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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不禁不出去 反而把我放下了 我因为腿动得没了知觉 一放下就跌倒了 坐在地上 咚的把地砸得响了一声 这是我看清了 这个放羊人 大概四十岁的样子 一脸胡子 很凶的样子 但姐姐不害怕 姐姐和我被人骂惯了 滚 走开 这样的话 我们一天不知道要听见几次 所以 姐姐放下我之后 继续央求 老大的 叫我们缓上一夜吗 没出去呀 这荒山野岭的 你看 我兄弟已经动得站不住了 放羊人还是不松口 我管你站住 站不住你 我这么小个房 这么小个炕 你们两个人一睡 我到哪里睡去 的确 他这间房子很小 二三尺宽的一条地 不足四尺宽的窄溜溜的炕 我姐忙说 老大大 留下我们嘛 可怜可怜 我们不上炕 就叫我们在地下蹲一夜也行 可能是我姐说的 在地上蹲一夜也行的话 打动了一个放羊的了 那人在炕上坐下了 打量着我姐问起话来 你们是哪达人 咋到这里来的 对于这一类的问题 我和姐姐一天不知道要回答几次 而且都是说实话 我们是通卫县第三部公社的人 我爷饿死了 我大饿死了 家里剩下我奶 我妈和一个妹子 我们姐弟三个人出来要饭 二姐又丢失了 不知死活 而且 这天 我姐还说起了 我二爸 三爸和四爸家的情况 三爸死了 三妈到陕西要饭去了 我姐要饭有经验了 为了打动人心 得到同情 一说起来就痛哭流涕 往往就是最严厉无情的人 听了也为之动容 所以 这天 我姐说完 那个放羊人就不黏我们了 还说 哦 你们家这么可怜 于是 我姐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放到炕上 接着央求 老大大 可怜一下我兄弟 我们家就这一个后人 你行个善 叫我兄弟在炕上暖和一下 我在地上蹲着都行呢 缓上一夜 就缓上一夜吧 放羊人终于松口了 但她眼珠一转又说 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 你们给我啥好处里 你要啥好处 我姐惊讶地问 啥好处 嗯 这话 当着你弟弟的面 我还不好说 那人不知为什么 突然就支吾起来 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你说吗 我姐催她 看着她 还真有点不好说 那人似乎还真有点难言的样子 站了起来 扭过脸去 不看我和我姐 但她沉默片刻后 又说 走 你到外边去 我跟你说个话 我姐争了一下说 到外边做啥呢 怪冷的 你有话 就在这达说嘛 但那人蹬蹬蹬几步 走出门去了 在门外喊 你出来 到旁边草房来 我跟你说话 我姐没出去 姐可能决出了什么不祥的事情 坐着没动 后来那人又喊了 你出来不出来 我姐看了看我说 涮涮 你坐着 我出去一下 我姐出去后 在门口站着说 你有啥话你就说嘛 但那人的声音说 你喊啥里 来 到草房来 我在草房跟你说 外面太冷 接着 我就听见了门轴的支牛的响声 和那人的招呼声 进来 进来 我不知道 那人说了些啥话 但我姐很快就回来了 煤油灯的光线照在姐的脸上 我看见我姐的脸色红红的 又像是很生气的样子 接着 那人也跟进来了 很厉害的声音说 怎么 你不答应吗 我姐咬着嘴唇说 不行 那人很凶的样子 很吓人的说 不行 不行的你们就走 我这里不招你们 你和你的兄弟 愿到哪睡去 就到哪睡去 魔戒不说话 在地上站着 背朝放羊的 也背朝着我 后来 他默默地把进门后 从头上抹下来的一块 棉线织的遮风挡寒的头巾 拿起来 默默地包在头上 然后拉我 帅帅 下康 咱走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我不想走 我知道 出了门就要受冻 我说那个放羊的 老大的 你不叫我们睡吗 放羊的脸上一种怪模怪样的表情 娃娃 不是老大的不叫你睡 是你姐不愿意在这里睡 我又问姐 姐 你早不愿睡 姐不回答 另一声喊 下康 叫你下康 你就下康 走 我一下子哭了 姐 你就在这大睡吧 外头冻死呢 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 接着扑腾一声跪在地上 哭着羊求 老大的 你就可怜我一下 我已经许了人了 说下今年娶亲的 闹年成才没娶 你可怜一下我 我把你认个干亲 你是我干大 行不行 不行不行 你想走就走 领上你的兄弟快走 那人说 我姐还是哭着说 干大 你是我干大 不管你认不认 我都叫你干大 干大 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 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 就得叫狼吃了 可怜一下 行个善 那人说 不是我不可怜你兄弟 是你不可怜你兄弟 你就不要怪我不行善 姐说 干大呀 你行行好 就我兄弟一命 那人说 少胡说八道 谁是你干大 谁就稀罕你叫一声干大 走 领上你兄弟走 滚出去 以我当时的年龄 的确辩不清当时出啥事了 我那年才十岁 还不懂事呢 我只是感觉出来 那人不叫我们助他那答 是因为那人要我姐做一件事 而我姐又不答应 于是我就问我姐 姐 她要做啥呢 咋这么凶 我姐光是哭 不回答我 哭了好久 她像是做出了决定 她又摘下了头巾 咬着嘴唇对我说 帅帅 不走了 咱们不走了 睡吧 你先睡 且等会儿就睡 那个放羊人笑了 说 这就对了 把你个要磨的 还高贵得很 你当你是傻人 黄金国际 青枝绿叶的 我不懂那个人说的傻话 反正是他不撵我们走了 我就放心了 放心地脱了棉袄 钻进被窝里了 睡着了 羊圈里的炕都烧得热 有羊分 这一觉睡得香得很 直到我姐把我叫醒 我们在人家过夜的时候 我姐经常半夜里把我叫醒 那时我身体弱 有时把人家的炕尿湿 但这一天 姐叫醒我之后 没叫我下炕尿尿 却说 帅帅 咱走 这时候 天还没大亮 就在门缝里 刚刚透进了一束淡淡的清光 我跟姐说 天还没亮吗 急得咋利 我还想睡 但姐不解释 态度很粗暴的 一把拉起我来 不等我穿鞋 她就把鞋给我穿上了 拉着我出了门 往山梁上爬去 姐好久没说话 就是走 等到上了山梁 姐才回过头来说 咱回 回家去 这是我才看见 姐的眼睛哭得红红的 姐跟我解释 咱回家吧 快过年了 我想娘 想奶奶了 我说 我也想娘 想奶奶 我们就沿着山梁 往南走 往通位走 我们离开的时候 那个放羊的老大的 在羊圈的炕上 睡得跟死猪一样 打着呼噜 我和姐姐是大年初一 回到槐树湾的 那时 我娘已经去世了 奶奶活着 妹妹活着 到家还是没吃的 第二日早上 我姐又出门要饭去了 我跟着奶奶过了一个月 妹妹先没了 接着奶奶也下场了 生产队 就把我送到了 公室的幼儿园去了 我再见到大姐 是一年以后的事情 那时 我已经到了定西孤儿院了 上一年级 那是七月的一天下午 孤儿院李院长 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说是有人来看我 原来是我大姐 大姐说 她要饭去陕西了 她是从陕西回到定西 然后要回通位县家里去 在定西城里 遇到了年家湾村的年志珍 年志珍是和我一起来孤儿院的 她比我大两岁 上四年级 和几个大娃娃 在定西县的大城小学上课 在孤儿院吃住 她在去上学的路上 认出了我姐 告诉姐 我在定西孤儿院呢 我姐就到孤儿院来看我了 我姐问我 孤儿院能吃饱吗 我碍于李院长的面 不好说挨饿的话 就说能吃饱 我姐说 能吃饱就好 那次来孤儿院看我 我姐还买了一把枣给我吃 那时 枣刚下来 我姐用一个手巾包着 到兵团工作以后 两三年我就回家探一次亲 探亲就是看大姐 不回家的一年 过年时 给大姐寄几十元钱 大姐还暂世 大姐成家后 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丫头 丫头出嫁了 大儿二儿成家了 小儿还上高中呢 十八年以后 大姐打听到二姐 那次出去要饭 在静远县的周家嘴 跟了个男人 一九七八年 我和大姐专门找去了 找到后 二姐不认识我和大姐了 我和大姐 也认不出二姐了 静雅思听网站 倡导一种全新的阅读理念 与生活方式 以声音的形式 利用碎片时间 休闲充电 带给你温暖 快乐 感动 与智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